嗨 大家好 早安 Tonation老師 我目前在郵輪 大家知道我目前 105天換遊戲的哪裡 就在我們的挪威 說真的 我們英語新聞報 跟好看啪啪手的觀眾朋友 一定很渴望也很知道 挪威非常有名的就是峽灣 我目前的位置就是在 我們挪威也是 挪威的第一個最大的 小灣 松山小灣 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小灣的 一個景況是怎麼樣的 其實呢 當這個郵輪要 通過小灣的時候 它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會有引船人 來到我們的郵輪上面 那為什麼有引船人呢 因為我們知道小灣這個地形 是很特殊的 當然它的水域非常的 非常的穿急 同時呢 可能呢 這個水底下有暗礁 所以需要引船人呢 來協助我們 大家看看遠處有沒有 遠處呢 在這個小灣兩旁的 這個高山呢 上面那邊還有積雪 可見呢 現在室外的天氣 再加上呢 下雨了 是非常冷的 那首先呢 記得當天確呢 跟各位介紹 俠灣是什麼樣的行程 我們呢 大家經過俠灣 可能對俠灣的行程 我們不是那麼了解 俠灣呢 它的行程呢 都是呢 萬年以前 冰河溶解之後呢 它經過呢 地池的這個移動 然後的話呢 歷經呢 今年累月 將我們山谷呢 向下切割 會形成一個U形的這個谷 那這個U形的谷呢 這個形成了之後呢 這種呢 特殊的地形呢 當呢 這個海平面在上升 地表在下降 那海水呢 就會順流 流進我們山谷 就會變成這個俠灣 所以呢 這個俠灣呢 他們呢 是非常有意識的 這個俠灣呢 冰島的這個松恩俠灣 它呢 是在第四季的冰川期 你現在呢 已經呢 250萬年以前了 所以的話呢 被聯合國列入了 自然文化的遺產 這是關於俠灣 那我們看到現場呢 我們的這個女客呢 也都會穿著大衣 來捕捉呢 這樣子一個特殊的情況 那再來呢 他就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 熠灣呢 它是位在挪威的西部 總共長度呢 有205多公里 穿住的話呢 大概 5公里 然後呢 大家有說過 它是呢 挪威第一的 最大的這個俠灣 然後呢 最深的海底面呢 可以達到1308米 那 在我們這個松恩俠灣呢 它有不同的分支 在呢 2005年的時候 它的分支呢 這個 那樓一 俠灣 跟我們的 太朗 二二 俠灣 這兩個俠灣呢 也被聯合國呢 我們這個 教科文組織 列為 世界遺產 齁 那 俠灣呢 的英文字呢 哇也很特別齁 F-J-O-R-D 這個是俠灣的英文 好 那我們看看呢 這個 松恩俠灣呢 它的一個呢 中心呢 有一個小部落 叫松恩達爾 那你知道嗎 松恩達爾呢 它是松恩俠灣的地區中心喔 它的人口 也只有呢 三千一百人喔 然後 這個呢 是計算 他那一切呢 雖然呢 要問上 為你報道 我們的 國會 第一大小孩 這個松恩俠灣的新華 那這樣子呢 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有 有 他那一切呢 環遊世界的 我們繼續 為你報道 世界奇怪的一切 希望呢 你們會喜歡 謝謝 還有那個高山的雪谷 這也是第一次呢 我們在環遊世界 有看到這個雪景喔 這個高山的雪景 還沒有融化 大家可以 遠遠可以看得到齁 好 我們再帶觀眾朋友 看一下 四周 我們在環遊世界的 海海 你可不可以 看見 那幾乎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看見 好 我 為了 大家 你可不可以 真的第一次看到雪景了 哇前面有沒有 哇那個山上有沒有那顆是雪景 是不是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哇好特別齁 我們帶大家上樓看一下 因為前面我們是 其實旁邊現在在郵輪的12樓 郵輪絕高是14樓 前面這個雪景 我們在那三月以後 大家可以感受到有沒有 這個雪呢 現在呢已經是六月了 六月初 今天就是六月六 所以呢 再來來一個雪景 原來大概是來一個 來一個 好 好 好 很年輕的 因為那會日本 日本 日本 很年輕的 來 我們帶過來看 記得他們這邊也是第一次看到了 這樣子的景觀 如果這個景觀的話呢 它需要的在這裏面 才很好 所以現在 很重 我們在一起 然後 對 所以這晚上的 你自己的 懷子的臨場 這位是4樓的 我們走到油輪 不想看是4樓 我看這位是4樓 我看這位是4樓 好 我看這位是4樓 有4樓 我看這位是4樓 好,大家有看到喔,哇,在這個地方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雪景的?有看到喔 好,這個呢就是呢,記者看一切呢 在我們的郵輪上